我们注意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奴定县日前发生的地震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不少国家向中方表示慰问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四川奴定9月5日地震发生以来 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 表示愿意为中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和帮助 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政府正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各类救援力量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安排受灾群众 抢修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 我们有信心战胜灾害 为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 我们注意到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 昨天举行了全面建设即手套装置的投产仪式 向前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昨天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项目 举行了投产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了仪式 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大约100亿欧元 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 项目的投产 对于中德深化经贸投资合作 携手应对疫情冲击 维护全球石化产工链的安全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德国对华投资继续保持增长 这证明德国企业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和营商环境 对在华投资经营充满信心 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加强经贸投资合作 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 在谈到对中共产党的理解时 他表示如果一个政党追求无私的目标 为人民的共同利益奋斗扶植而奋斗 那么这样的政党将永远得到人们支持 扎帕罗夫总统还高度评价终极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成就 表示愿旧绿色发展创新数字经济等同中方加强合作 中方对扎帕罗夫总统有关表态有何回应 你提到扎帕罗夫总统在采访中表示 人们将永远支持为民众谋福祉的政党 确实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十多年的民调 结果显示 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连续十年超过90% 全球最大的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 蝉联全球第一 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扎帕罗夫总统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至不渝地为民众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我注意到扎帕罗夫总统在采访中还提到 终极的一带一路合作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终极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终极乌公路 第二条北南公路等互联互通项目 助力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集人民的繁荣路 富裕路 幸福路 中方完全赞同扎帕罗夫总统对 终极关系的评价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名副其实的 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建交三十年来 终极本着相互尊重 木铃友好 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的原则 推动双边关系 取得新突破 务实合作 收获新成果 传统友谊 得到新升华 我们高兴地看到 在扎帕罗夫总统的领导下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社会繁荣 中方愿同集方一道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深挖合作潜力 打造合作亮点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携手前行 共创终极关系 更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